今天起,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恢復台灣桃園機場直飛客運航班 下午4點左右,中國台灣直飛廣州航班CI-521 運載近200名旅客到達廣州 廣市直擊由記者譚然講現場情況 中國台灣直飛廣州航班CI-521 在下午4點左右已經抵達廣州 運載近200名的台胞旅客 有些旅客過來玩,有些旅客過來工作 有些旅客過來清明製造 旅客從狼橋出來,再到檢驗檢疫通道 最後來到邊檢限定區域 過關,整個過程大概是20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看到部分旅客正在排隊過關 很多旅客都說現在通關的效率非常之高 邊檢這邊也提供了很多人性化舉措 譬如說增開查驗通道 以及提供敏南方言特色服務 這些人性化舉措 方便我們的旅客交流往來 我們了解到在4月份 包括了南方航空 長榮航空 中華航空等航空公司 將恢復這一類的出入境 客運航班每個星期大約是30架次 亦都是非常之方便 同時我們都要提醒一下旅客 就是最後一批本職的台灣居民 來往大陸通行證已經是到期失效的了 所以我們都要提醒相關的旅客 在出行之前都要檢驗一下自己的證件 是否在有效期之內 好,現場報導就這麼多 時間交給新聞報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